大世界话题 我们要带您来看 美国世界经济霸主的地位 现在正面临中国严重的挑战 中美贸易战现在是盛销成上 然而当今的美国总统川普 他的家族集团却早就布局中国大陆市场 企图要大赚中国钱 这样的情形这是美国史上头一遭 他是美国史上第一个 在全世界拥有商业帝国的总统 川普集团至少在20个国家以上开展事业 当中不乏跟美国关系为妙 或者是敌对的国家 川普在处理这些外交关系的时候 他的家族集团利益 会不会或多或少影响他的决定呢 川普是先选择当一个总统 还是先选择当一个商人呢 这个问题也非常有趣 那么要带你看最近最让人热烈讨论的是他的女儿 美国第一千金伊凡卡 在中国发展事业的进度 现在的时机有多敏感 中美贸易战一触即发 川普对中国的态度反反复复 今天说我跟习近平好朋友 明天马上可以翻脸 而川普日前表态 他愿意放过中兴通讯 让贸易战稍稍降温 而外界马上就发现 伊凡卡在最近三个月内 一共有13个商标在中国注册 中国政府批准了 那么这13个注册商标 其中还有8个商标 现在是暂时批准 三个月内不要有人提出异议 那这8个商标又要被批准了 那这些商标当中呢 注册的范围很多 包括了像婴儿毛毯啊 化妆品啊 书籍啊 咖啡啊 蜂蜜啊 等等等 都是未来伊凡卡 想要进军中国大陆 他的商业项目 那么这个川普愿意要放过 中国很重要的通讯公司 中兴通讯 他的女儿马上就拿到了 中国这么多 总共34个注册的商标权 因此不免让人怀疑 这当中有没有存在着利益交换 川普在中心通讯上 态度反反复复 却让第一千金伊凡卡 羽翁得利 伊凡卡事业在中国开支散业 最近三个月通过了13个商标 跨足家具 书籍 化妆品 食品的类别 但时间点这么敏感 不免让人怀疑 是靠老爸一臂之力 虽然伊凡卡公司强调 申请商标是为了防范盗版 但川普14号曾经推文 表态愿意替中心通讯解套 巧合的是 川普推文的六天前 中国才批准伊凡卡 五个注射商标 虽然去年伊凡卡就退出品牌管理阶层 但以白宫高级顾问头衔 现身全球各大场合 品牌商标注射自然不是难事 但靠第一家庭光环 荷包赚保保的还有他 川普长子小唐纳 今年二月旋风出访印度 明明没有一官半职 却计划发表外交演说 印度最大报纸还刊登全版广告 但原来小唐纳此心目的 是为了推销自家房地产 第一家庭家务国务傻傻分不清 达至总统名号想尽特权 不得不让人佩服 川普家族的生意算盘 实在打得金 三立行我们上的报道 好我们要带您来看到了 这是中国市场有多吸引人 对做生意的商人来讲 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中国大陆人口非常众多 那么他们的经济又处于 高度起飞的状况 对于商人来讲 这个地方不能错过的 这是遍地是黄金 含金量很高的一片土地 因此川普他身为一个生意人 早在他当总统之前的2005年 他很早就看到了中国这片市场 所以虽然他还没有真正投资 他已经开始布局 他开始从2005年开始 在中国大陆注册非常多的商标 中国大陆不叫川普 叫特朗普 他到处去注册 每一个业别他都注册 不管他这个地方 他有没有想到他要做什么 反正我商标权先拿下来 那么他注册他自己的特朗普 那他也注册他女儿的名字 伊凡卡叫伊万卡 都在中国拿到很多的注册商标了 总共80个 甚至呢 这个川普集团 他是房地产起家 所以他曾经呢 也找到了中国大陆很大的一个地产集团 叫恒大集团 跟他合作 希望在中国大陆 他说这叫做强强联手 在中国大陆他要盖他标志的川普大楼 但是呢 这个合作案在当时很多的因素 就不了了之 后来这是川普本人呢 他早就已经看重市场 想要去大赚中国钱哦 另外我们看到他的女婿库许娜 库许娜家族也是一个地产家族 所以当初呢 他们这个在联姻的时候 在美国当地就有人说 这是在美国地产界的大事 好 库许娜家族呢 也曾经有这样的状况 他到了中国去招商 那然后呢 当然就是川普的照片要拿出来 然后就告诉他们讲说 你只要投资我们 你就可以拿到 到美国去的投资移民 这叫做所谓的1比5的签证 你只要投资一定的金额 你就可以移民到中国去 移民到美国去了 用这样的一个诱因 然后又加上 他是美国总统的女婿家族 哇 好多人就因此被吸引过去 再来就是伊凡卡 在中国大陆呢 其实他很早很早 就进了中国大陆 在那个地方设了门市 因为他自己有所谓的时尚品牌 那除此之外呢 其实呢 在整个川普家族当中 对于中国 他们布局的很早 不只在商业 甚至连孩子的教育 他们也开始 培养他们的第三代 要学中文 甚至呢 在习近平访问美国的时候 你也听到了 这个川普的小孙女 唱中文歌曲 唱了茉莉花 演唱茉莉花 小女孩略显害羞 却让川普与习近平听得入迷 那是另一个川普与习近平 这三个小女孩略显 连三自己也难不倒 让川习两人同时拍手叫好 阿拉贝拉也仍成为 阿公川普的中美外交小特使 去年她跟献身春节庆祝活动 获得中国驻美大使的亲子结代 只是广方的盛情男 却却让小女孩不知所措 索性妈妈伊凡卡 即使跳出来不着痕迹就场 看在中国网民眼中 却更加欣赏 他们心中的女神伊凡卡 微博出现女神伊凡卡专业 还拥有万人粉丝 甚至有中国女性 连阵容都想要整成伊凡卡的脸 伊凡卡是一个非常美的美女 我觉得她的鼻是最美 因为她的鼻非常之高 会结合自己的面影 去考虑医生的这个意见 以她的这个鼻的毛板 去做一个鼻的整形 不惜山寨也要沾上边 照在2016年川普当选之后 中国就冒出三十多家 名叫伊凡卡的公司 就连申请注册伊凡卡的商标 都超过两百个众类包罗万项 从汽车修理到啤酒饮料 就连减肥APP都不放过 一口气申请六十五个相关商标 商机之大连本尊都想分一杯公 早在2012年伊凡卡就曾在北京开珠宝店 将自己一手设计的高级珠宝首都 带到亚洲 尽管伊凡卡声称已经退出了自家品牌管理 却多次哀后没有利益规避 一方面被美人社踢爆 常规讯息越来越不透明 此外就算自己的爸爸大声几乎美国制造 讽刺的是伊凡卡品牌服饰却是在中国生产制造 在运回美国卖给消费者 伊凡卡是一个很好的客人 伊凡卡是一个很好的客人 但当然我从来没有想到她父亲会成为首席 CN大酸伊凡卡家的鞋 一双在美国定价超过一百美元 竟是工人月薪的四分之一被爆市 血汗工厂 尽管外界的揣测风风雨雨 伊凡卡却持续冲中获利 尽管外界的揣测风风雨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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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凡卡却持续冲中获利 而不止川普的女儿 深谙如何与中国商界打交道 女婿库许娜也颇有手腕 就连邓小平外孙女婿吴小辉 都是她的合作伙伴 而库许娜家族地产事业 却爆出以移民签证为号召 在北京招商 它在我们的建议建议 在北京 它说在一部分 投资五百万元 然后移民到美国 尼克尼玛当她站在那室 确实人们知道 她是一部分的层层 事件更引发FBI调查 让库许娜家族出面澄清 划清界限来停损 不过川普自己早就想 前进中国很久了 陆媒报道 早在2008年2月 川普就找上中国地产巨头 恒大集团合作 跟自称是中美房地产的 强强结盟 确实雷声大 雨点小没有下文 此外为了川普英文 在中国的注册申请 更一度陷入商标官司 长达十年 动作不断也透露 川普进军中国商业的野心 三星屋主席做报道 好 那么在美国呢 其实他们从来没有遇到 一个这样的商人总统 那他在全球的事业 做得很大很多 所以呢 当然在美国 舆论上就会觉得 那川普你在做一些 外交决定的时候 你到底是先考虑 国家利益 还是考虑你 川普集团的利益呢 不只在中国如此 我们带您看川普 其实在印度 也有非常多的投资 那么当然川普 在当选总统之后 他会说 他的川普集团 现在他不管了 不碰了 全部交给他的儿子 那我们就来看看 在印度投资 总是他的儿子 小川普 在这个地方在奔波 小川普呢 他最近又到了一次印度 那他去卖房子 他去推销的房子呢 就是川普的豪宅建案 但是我们带您看 印度其实呢 在川普集团来讲 是在海外最大的一个 物业版图 就在印度 那么最近呢 还有四个很重要的豪宅建案 都是打着川普的名号 在印度当地贩卖 卖得非常好 而且据说只要挂上 川普地产集团 他卖的房价 就可以比当地的市价 再贵三成左右了 那到了这个印度的投资呢 很特别哦 川普集团没有花半毛钱哦 他就是灌民酿的概念了 川普这两个字让你用 然后我要收灌民费用 但是呢 这样的一个方式呢 又再加上了川普当选之后 跟印度之间的关系好好哦 川普曾经亲口这样说 他说我们跟印度两国的关系 是有史以来最好的 那你再想想 他在印度有这么多的投资 赚了这么多的灌民费 于是呢 被人家质疑说 你到底是当总统 还是当川普集团的CEO 这样的一个疑问 就显得有些合理 整齐油头 闭挺西装 美国总统的儿子小川普 一抵达印度国际机场 立刻驱车前往招商场合 跟当地投资人相见欢 全版广告大放送 满满的川普字样 让印度民众差点误以为 是美国总统川普来了 这回小川普的印度之行 是为了帮川普集团 推销在印度推出的 房地产建案 47层楼高 258户的豪宅双子楼 每户售价高达4700万新台币 据说只要在小川普 离开印度之前下订单 买家就能获得 与小川普共进晚餐的机会 包括小川普 这次推销的豪宅建案 川普集团在印度 一共有四大项目 在这些合作案当中 川普集团 其实没有实际参与建造 而只是允许建商 使用川普品牌 并且帮忙推销 光是这样 收下的冠名费 就高达300万美元 折合台币 是接近1亿元的天价 你只是向前进行 跟着的销售 并不是其实 在发展的发展 所以我们也看到你 在发展的资源 在未来的未来 我认为 我认为 我们很好的 在做什么 但我们没有 小川普面对媒体大胆坦诚 川普集团这个品牌 的确是金字招牌摇钱树 川普家族在印度掏金 没出一毛钱 纯粹是以民谋利 法律上没有瑕疵 川普参选总统之后 就把家族企业交给儿子打理 而小川普的身份为美国公民 目前还没有任何一项联邦法案 可以限制他追求商业利益的自由 川普家族没有违法 但在道德上不断受到质疑 川普总统说美国印度两国关系来到史上最友好的状态 这些话听在美国政治观察家耳里不免要批评 美国的外交关系跟总统家族的生意版图到底有没有关联性 印度是川普家族最大的海外物业市场 这些冠上川普的建案隐晦的让川普总统成为代言人 据说就能够以高出市场三成的价格成交 由美国总统坐镇还有公主王子先后来驻镇 也难怪让印度建商对和川普集团合作趋之若鹜 三立新闻综合报道